哈喽 带你来关心哦 科技夜闹 人才慌 联发科国内外争2000名的研发工程师 只要是硕士的学历 年薪百万不是问题 另外鸿海也要争15000人 大力光也要3到5000人 只不过高达五成都是要来填补离职的空缺 台湾企业留不住人才 问题严重 4G网络6月即将上路 手机供应链最有感 凡英在年后直缺 联发科国内外广征2000名研发工程师 挑明了要找5G L1T新一代手机处理器人才 硕士生保证年薪百万 带预游货 显示出科技夜闹人才慌 鸿海也同样着急 预算最近在最头痛的找人 需要最早15000名以上的工程师 那技工还不算 找人才 伤透脑筋 这波年后科技夜真才 几乎都是手机供应链大厂 联发科主攻IC设计 手机晶片 鸿海研发代工 光是台湾就开出了1.5万个职缺 大力光也传出要找3到5000人 扩大职缺 年后也有不少企业找人 不过求职市场活络 不代表景气好转 其实当中还是有5成2 它是属于单纯是人员离职后填补这个空缺 所以并不是代表这个景气有明显复苏 所以全面征裁一个情况 员工过完年就跳槽 成为常态 企业留不住人 年后都要为照人伤透脑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